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杰里 大家也没看到我剪头发了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是不是因为上一部影片 可能完了没有粉末后啊 黏着头发啊 而去剪的 答案不是 就抢了就去剪就对啦 现在来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一贯订阅的另一个挑战 已经在Facebook粉丝专页公开了 请大家到粉丝专页去参与那项活动 具体的说明都已经在Facebook里面 会有仔细的跟大家说明要怎么去做 希望大家都去参与一下啦 算是实验来的 那一个实验是需要大家的帮忙才可以完成 我是希望你们大家可以到Facebook粉丝专页去看一下 并且在下方留言 具体的说明已经在Facebook粉丝专页有说明了 请你们大家过去看看吧 谢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就要觉得我变太 不过事实上 嘖 这个一切是有点 变弹 废影话不多说我们要来进行今天要做的实验吧 今天不是要来做挑战咯 今天是要来做一个实验 到底是什么实验呢 就是用可乐来吹气球 好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 那马上我们就来进行实验吧 好 接下来我们就马上来开始进行实验吧 首先呢 把气球拿出来吹 盐巴 把盐巴倒进气球里面 这就比较容易了 看到吗 那我们现在把盐巴装进去 看到吗 大家把盐巴装到差不多这里了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左右 OK好 我们就试下 四分之三的威力 可乐 一瓶新的 开可乐的时候 最兴奋的时候就是什么 就是开了 听到那个声音 有没有 听啊 哦 超习 然后现在把这个套在这里 把它也套稳一点 好 大家来看看 现在我们马上来进行 今天的实验 看啊 到底可以冲到多大呢 一二三 开始 哦 我还怕它会爆 其实我蛮怕它会爆的 哦 没有啊 到这里罢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度啦 好了 可以就是拿一瓶小瓶的可乐 来实验的结果 好 现在我们来准备第二个实验吧 就是要大瓶一点的 嗯 看下大瓶和小瓶的结果 会不会是一样的 同样的方法 准备一颗 然后把盐巴 给倒下去 好 现在大概也是差不多装到 这个地方吧 四分之三 那我们来看看 大瓶的可乐 吹的气球有没有可能 会更大的一些呢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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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我没有摇过你啊 你看怎么 不给面子 好 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事故 可是影响不了 我想要实验的觉醒 来 马上就来这些事 同样的 把它给套住 整个可乐的口 3 2 1 开始 吓到我 欸有一个爆了 要吓我 爆的话我就死定了 好危险 做不死 心惊当跳 这是大瓶葛乐 用盐巴 可以吹齐的气球的大小 哇 一直说我炸 没有 诶 没有 这绝对是很纯洁的 我认识节目是很轻松脱俗的 其实带有一种小清新的感觉 绝对不是那种 看你们对我的误会 真是太深了 要相信我 结理我绝对是很纯洁的一个 大家刚刚看了两个 都是用盐巴来吹气球做的实验 大家有没有兴趣再看 如果用mantus吹起来的气球 会不会大过用盐巴吹起来的气球呢 这也是我蛮好奇的一件事情 看一下啊 用mantus吹起来的气球 会不会大过用盐巴吹起来的气球 好我们现在就来进行这个实验吧 可是mantus我们不可能放那么多了 五六粒最多啊 六粒差不多了 六粒曼陀珠 我们就来看看六粒曼陀珠 配灌1.5升的可乐 到底是威力有多大 感觉上mantus吹很强 大家不要小看的六粒哦 好等会一下 我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我们同样用回跟上一次一样的方法好了 就是用串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会塞着 等一下就出不来了 看到吗 把它给打死结 等一下我就把它悬掉在这里 大概在这里 然后这里我就放链子 顶着它 然后再把那个气球给套进去 当链子一拔 然后它应该就会掉进去 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 就是说我把链子在这里设一个机关 然后这个链子一拔掉 它就会自动掉进去 它就可以吹起那个气来 这个实验到底可不成功吗 我是有点小小危险啊 所以讲我还是觉得我在 意识里面进行会是最好的 好 大家跟着我一起去吧 好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来 用Mandos来吹起酒 为什么我来到第四 才进行这个实验呢 其实我是蛮相信 Mandos的暴露力 会以研发来的强 所以讲我现在来做这个实验 看来到你会到这里的程度了 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 大家看清楚了吗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 有点空 3 2 1 好 把这个进去 还有一个标准的 直接咬吧 我觉得可以 有点空 也可以 非常失败 有点空 有点空 甚至没有 来观察,到底是盐帮吹起来的气球会比较大呢? 还是曼陀珠吹起来的气球会比较大呢? 先来小的啦,小的大家应该看过了 就是第二个,最后一个的曼陀珠的气球大小 具体来说的话,是有变小一点点,可是不多啦 因为刚刚应该是,大概是这样子 具体来比较的话,应该也还是曼陀珠会稍微的大一点 那这个实验证明了,还是曼陀珠会释放的二氧化气体会比较多一些 好,以上就是可乐醉气球实验的最后结果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在下方按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 当然如果你想要更了解我的话,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粉丝专业去按一个赞 然后我会定时的在那里更紧张的状态 最近也一直有在重则我的Facebook粉丝专业 希望未来可以越来越好 当然也希望大家也别忘记我的另一个一万人次订阅的活动 毕竟是需要大家的帮忙,我才可以进行那个活动 也希望你们可以到我的Facebook粉丝专业去按一个赞哦 喜欢各位的合作哦,谢谢 那么我们下一集再见吧,拜拜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兄弟姐妹可以点击中间的图标 箭头指引的方向去订阅哦 订阅后你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 订阅是免费的,赶快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吧 别忘了,左边是我推荐给你的两部影片 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一集再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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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